躺在病床上脸色憔悴 掀开被单两条腿密密麻麻 缠绕着书役馆 透过纱布依稀可以看到 大大小小的伤口 就在几天前 他和孩子才在成都住家 附近的小公园里 经历一场恶犬搏斗惊魂季 那个大狗因为他把我咬到了 我要用腿去把那个大狗给灯开 同时那个小狗的话 他就在我的周围 就是想来攻击我的小孩 我得用另外一只手去打那个小狗 然后就只有可能人大狗先咬着我吧 照片里这个年轻妈妈的两条小腿 鲜血直流 不难感受到事发当时 为母则强的勇敢 为了保护幼子 与两只恶犬奋勇抵抗 导致全身19处咬伤 孩子则因为被妈妈 紧紧抱在怀中 毫发无伤 与失散的儿子紧紧相友 泪水止不住 这一刻潘女士等了足足26年 儿子四岁时 和哥哥结伴去买红薯吃 就在半路上被人拐走 从此下落不明 父亲俩从老家安徽一路找到河南 大半个中国都有这家人的泪水和汗水 却从没放弃过 直到透过一个寻人网站 终于把孩子找回家 送来母亲节最大的礼物 记者综合报道